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了 依然是笔长短的一道题 说下图呢是石岗到星人 或者是石岗到金沙这些都是地点啊 他问你是石岗到星人境呢 还是到金沙境呢 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已经讲过方法了 第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就是去数格子 对吧 第二个呢我们去进行一个排除 那这道题目的话排除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去做 总共就这俩你说你怎么排除吗 排除一个其实另外一个答案也出来了 所以我们还可以用到什么方法去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分类去数出线段再去进行比较长短 什么叫做分类数 请大家仔细观察 这道题目的话 它给我们的格子 它不是正方形 是一个一个的长方形 我们明显的发现 这个长方形里面的横着的比竖着的要长一些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分成横着看 竖着看以及斜着看 斜着就正好是两个角角的对角线嘛 对不对 把它分类来进行输入看 那么我们先看 从十港到新人的话 我们走了几个 横着的呢 横着的有没有 登登登 是不是没有横的 所以在这里面横着的是零条 那么竖着的有多少呢 大家看竖着的 这样子这样子这样这样下来 竖着是一条两条 三条四条五条 所以竖着的总共是五条 那么斜着的是多少条呢 斜着是多少条 一条两条三条 是吧 斜着三条 好这是我们说从十港到新人的这个情况 那从十港到金山呢 我们也可以来试试看一下 先看横着的有多少条呢 横着的 这里面有横着的 登登登 出现横着的一个两个对吧 横着是有两条的 那么竖着的有多少条呢 竖着的这没有 这没有 这下来有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竖着的有五条 我们发现竖着和竖着是一样的 那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就不用去进行比较呀 是这样的吧 我说比的话比的是不同部分 那么一样的话就不用比 再来看斜着的 一条两条三条 这还有一条斜着的 所以斜着是三条 我们发现两边的斜着都是怎么着的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也是不用比 所以通过分类以后 我们发现 他们里边的这个竖线段是一样的 斜线段也是一样的 那么只有什么不同啊 是不是只有横线段不同 一个横线段是零条 一个横线段有两条 他问的问题是 从哪里到哪里进 他这边的线段是横线段少两条 这边是不是比较近一些 那我们就应该知道了是 从石岗到新人 对不对 这个地方过去的话是比较近 通过分类去数就OK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个题目说完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举一反三 也是这种扭来扭去的这种路线 让你去比较一下 对吧 我们把题念一下 如同所示 小梅从学校出发 正式学校 妈妈的是从家里出发 他们以相同的速度 什么叫相同速度呢 就是走的一样快 在走的一样快的情况下面 同时向邮局走去 两个人走的一样快 同时出发 是不是有点像是 刚刚我们讲过的 那个白猫和花猫的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他问我们是谁先到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走路速度一样 同时出发的情况下面 要想先到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你走的路得短一点 对吧 那么谁走的路短 谁就先到 那他们俩妈妈和小梅 谁走的路比较短呢 怎么去做呢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里边我们可以分了去数 直线到有多少条 斜的有多少条 或者有没有别的 简单一点的方法呢 看一下 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到 一个叫做抵消的方法 把相同部分抵消掉 再进行比较 啥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里边 登登登的走过来 登登走到这里 上面的那条 大家都有 所以这条其实是不用比的 你我都走了吗 那就不比了 是吧 然后还有没有 是大家都走了呢 比如说你这里面 走了两条竖着的 去掉 我这也走了两条竖着的 去掉 是不是大家都有的部分不比 好 斜着的 斜着它这边有一条斜着的 两条斜着的 我去掉两条斜着的 那么这里面 是不是也是有一条斜着的 两条斜着的 是不是斜着也可以给去掉 不比是吧 那横着的 有没有可以不用比的呢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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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横着的 三条横着的 那么我这里面呢 从这出发 一条横着的 两条横着的 三条横着的 我先把相同部分给它给去掉 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是 没有进行一个比较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 登登登登登登登 是不是这有一条 是没有比的 还留着的 对吧 这过来登登登登登登 走到这 这有一条是没有比的 这还有一条是没有比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所以我们会发现最后 剩下来的话 小梅是不是还剩一条直的 其他的都已经是相同的部分 都已经抵消完了 对吧 妈妈剩的是几条直的呢 妈妈这边都已经抵消完了 抵消完了 是不是剩这一条和这一条 所以妈妈是剩了两条直的 那我们说前面能够被我们抵消部分 是不是应该是相等的 那相等部分我们就说不比了呗 所以后面剩下来的 你剩一个直的 你剩两个直的 是不是意味着谁走的路短 是不是小梅走的路短 她最后剩下来 只要走一个直的就行了 对吧 前面的大家都相等不比了 抵消完了 那么最后剩下来 小梅剩的比妈妈的要少 所以小梅走的路会要怎么样呀 她走的路会少一些 妈妈走的路呢会多一些 那我们刚讲过了 走的路越少的话 她最后的话就会越先到 所以谁先到呢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应该是小梅先到 你看题目是不是就做完了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总结 像这种比长的类的题目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 首先第一个分类数一数 横的竖的斜的对吧 或者说是横的竖的要一样的话 那就是直线段或是斜线段对吧 像这样子来进行分类比一底 或者呢还可以进行一个抵消来比较 那么在抵消的时候一定是相同的部分才能抵消 比如说你的横的不能跟斜的去进行抵消 横的和横的底 竖的和竖的底 斜的和斜的底 我们只比较不同的部分就OK了 宝贝们你们记住了吗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下面这道题 一张长方形指问你怎样折才能剩下三个角 四个角五个角 呀你看这题咱们感觉问的那么多呢 你要是问我只剩三个角 或者只剩四个角 或者只剩五个角 这我可能都还会 它怎么是让我们这三种情况都要想呢 那就想只有三张纸 是不是就可以了 怎么去做呢 给大家一点时间 你可以把咱们的视频暂停了 拿出三张长方形的纸 你去折一折 那你怎么样折完以后 才会剩下来三个角 四个角五角 那你折的时候 可以把你折掉内部分 把它给撕掉也行 可能看起来更直观一些 那么这类题目的话 我们就说是一个动手操作的题目 你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答案 那比如说你把整个右边的这个块 都给它给去掉了 按照它的这个块虚线的位置 那么剩下来角的话 大家看 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 那它就应该是剩的是几个角呢 是不是剩的是三个角 两个锐角 一个直角 那它还有要求要剩四个角的 这样子的话剩下来是一个顿角 一个锐角和两个直角 是不是 这是留下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它剩下来的就是四个角 我的第二个要求满足了 好第三个问题要剩五五角 剩五五角的话 那我就把上面只去掉一丢丢 我让它一个角都不要穿 去三个角你是穿过这两个角 去四个角我是穿过了一个角 这样子 那要想最后剩五五角的话 我只要把这块给去掉 我最后剩的就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这样的话 我就是剩下来的是五个 剿了 你看题目要求是不是就完成了 像做这种题目的话 我们说手边你要是有道具 有纸 有剪刀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去动手剪一剪 撕一撕 动手操作嘛 如果说你的空间 想象能力足够的话 那么老师也可以建议大家 你可以去动手去画一画 画一张长方形纸 去动手画一画 这也算是动手操作吧 是不是 这样的话 更加便于我们在平时的做题 做作业 做小册 做测验 学校考试的时候 对吧 你手边没有这种纸 你总不能把试验给撕了吧 是不是 这种时候我们动手画一画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么这个题说完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支点总结 就是动手操作的话 要干嘛呀 要找方法 我们说有纸条 你就去撕纸条 是撕纸片的 这个没有的话 你就是动手去画一画 这些都是大家需要掌握的方法 小技巧 那么刚刚是我们的第三动手操作 第四呀 也是一个动手操作 只不过变成了不是长方形的 只变成什么呢 一根绳子 绳子大家都见过 细长细长的 对吧 说我把一根绳子干嘛呢 我给它对折 再对折 对折几次 是不是对折了两次 从中间解一刀 那你绳子会变成几段呢 你手边要有绳子的话 你就自己去操作 但是老师建议大家 尽量去培养自己的一个空间想象的能力 我们用这个画来代替这个实际的动手操作 因为画画 其实画出来也是一种动手操作嘛 对吧 好我们来看 把一根绳子 本来比如说这根绳子 把它对折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 再对折一下 就在这个基础上 你再把它给掰过来 那么大家会发现 其实就会变成这么一个样子 你把它这边给它捋直了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 这就是对折一次 再对折一次以后的样子 他说从中间剪一刀 那么就从这边剪开 是吧 那么问你分成了几段呢 你把图一画出来以后 这不是就很明白了吗 对吧 太简单了 左边分成几段 你这一剪开 这是一段 这是一段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是一段 所以左边有三段 右边呢 这一截连在一起是一段 这一截连在一起是一段 所以右边有两段 左边有三段 我们会发现 总共被我们分成了几段呢 被我们分成了五段 三加二嘛 是不等于五啊 像这种题的话 你动手操作一下 是不是就so easy 马上就做出答案来了 对吗 宝宝们 你们做对了吗 那么下面的这个呢 它又是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重点 它不是动手操作 变成是一个找对称的一个题目 那么是什么类型的题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这道题目非常的有意思 很关键 一定好好听哈 AB两村呢 都在小河的同侧 你看这是一条小河 现在我准备架一座桥 以方便两村的居民过河 要不然的话 没有桥它得游泳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要在这河面上面架一座桥 那么问题来了 我这个桥架在哪里比较好呢 他就问你 桥应该设在什么位置的时候 AB两村的人过河时所走的路程之河最短 大家注意哦 我不是让A村的人去最方便 也不是让B村的人去最方便 因为对于我来说 如果A村最方便的话 就直直直这样下来 这架一座桥 B村的人方便就这样直直下来 这架一座桥 架两座桥是不是A也方便 B也方便 但是这样的话 我的成本可能就比较高了 要架两座桥 我现在只能架几座桥 几座 我现在是不是只能架一座桥 我架一座桥 要求A的人过去和B的人过去的路程的总和 最短 那这个该怎么去做呢 这里面的话 要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要找到A点 在小和对面的对称的点 我们把叫做A1撇点 当然你找B点的对称点也是OK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画出来 然后老师再跟大家解释 好吧 好 首先找关于小和的对称点 那我就需要先把A啊 往下画一个跟和面这边垂直的一条线 我把它叫做O点好了 好吧 点O AO是跟这个L之间是一个垂直的 这有一个直角 然后找完以后呢 你拿尺子量出来它有多少 然后呢 你照搬 搬到这里来 这相当于就是把A点翻到了 就对折过来 在这个位置 我找到了一个A1撇点 这就是我们这个题目要求啊 找到A点在小和对面的A1撇点 他们俩这两个点A和A1撇长得很像嘛对吧 他们是对称的 那么下面我做件什么事情呢 下面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A1撇和B啊 给它给连起来 好 在和面下面的部分我用虚线表示 上面的部分我用实线表示啊 连完以后呢 这个点它是不是跟L相交了一个点 这个点我把它叫做点P好吧 这个点P呢 我再把它跟A连在一起 好 那么现在我说了最短的路线就是什么呢 AP加上PB 这个AP加上PB就已经是一个最短的路线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这里面的话有两个知识点需要跟大家说清楚 在讲第一那道题目的时候老师就有说过 就是我们说两点之间的话 是不是因为是线段是最短的 那么你看这个B点和这个A撇点之间 它是直的话 是不是这条线就应该是从A撇到B之间最短的一条线段了 你不要扭来扭去画嘛 拿尺子比的话 老师现在手边没有尺子 大家有的话你可以把它比着画 大家注意哦 下面是河水 这个A村的人不能住在河里边 又不是鱼对吧 他只得住在这个岸边 所以怎么办呢 请看我画五角形的这部分 A撇P和AP 大家来看一下 他们俩是一个相等的 因为什么呢 其实这道题目里面有一个对称的图形 我把这个三角形AOP 你把它给对折下来的话 其实就跟A撇OP是一样的 完全重合是不是 所以既然那完全重合 是不是A撇P和AP 他们俩就应该是相等的 那我现在把这个A撇P用AP来代替掉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 他们俩之间也是一个最短的了 就把这条最短的用这个来代替 那么合在一起的话 是不是交叉的点 就因为A这个点P 点P是不是就应该是一个桥的所在 是不是 这里面的话就是会出现一个叫做找对称的思想 大家要把它给掌握起来哦 这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我们说比以前没有接触过 你只要记住这个找对称的思想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就想 两点之间直线是最短的 对吧 但是我这个直线最短的话 我又不能让A撇人住到河里边去 我必须得把它找到这个对称点 对吧 把它翻下来以后重合 发现A撇P和AP是重合的 相等的 绕一下弯 是不是A过来这样子 B这样子过来 是不是在卡在他们俩中间偏B村一点的话 那是不是就OK了 是不是 这条题目就完成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总结 做最短路线问题的话 其实就是要去找到一个对称的点 找到对称点以后 再去画出这个线段的话 题目就做完了 就可以完成题目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说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一讲的几个例题就说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重难点 首先比较长短的方法 我们讲了很多种 比如说你直接数 分类数 排除 抵消等等 对吧 有很多种方法 这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 动手操作去解题 我们说长方形里面的 这个纸片呢 或者说是这个 叫什么来着的 这个绳子去动手操作一下 剪一剪了 对吧 这都算是动手操作的 像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最短路线问题 其实也挺难的 那么它具体做题的方法有哪些呢 刚刚我们讲到了 数格子的时候 常见的方法 这四种 大家都要掌握起来 直接数 或者去排除 或者种类比较多的时候 分类数 或者呢 你去进行一个抵消 相同部分 我把它都抵消掉 我就不数了 不就完了吗 对吧 这几种方法 你要掌握起来 这是比较长短类的题目 那么还有什么类题目呢 动手操作类的题目 那你就去动手操作呗 做道具动手画一画 这都算是动手操作 那么最短路线问题的话 我们就说过了 对我们来说有点难 你只要找到这个对称点的话 可能做题就会稍微 有思路一点了 对吗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所有的内容了 题目和支点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下来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复习哦 那今天这一课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一周再见 拜拜宝贝们